这个地方介绍 贪欲等五 贪等五种烦恼 赤身的人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于前世当中 他常常窜息贪欲等五 就是说他 你看这个人 他常常起贪 这个不是今生才有的 是过一生的无量节的习气 所以表现在外来是什么呢 会以微小贪等五进 一生长时间的贪等烦恼 我们这个解释一下 是那微小的贪等五进 我们就讲贪就好了 微小的贪的境界 就是使了一些 很粗恶的无欲 比如说有的人 他贪爱饮食 贪吃 他这个人 你要讲 往好处说 这个人胃口很好 不挑食很好 讲得不好 往不好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就贪吃 这个大辽族的东西 再怎么难吃 他都吃得很高兴 那这样子的话呢 而且不但是高兴 而且内心 贪欲心都特别强 就是说 有时候煮的东西 特别 也不是很好吃 甚至 甚至我们觉得 一般人觉得 不是很好 有点难吃的 他都吃得 都很高兴 而且有很强烈的 贪质的心 贪爱饮食 或者有了贪爱男女色 他不是说 见到美女才动心 俊男美女才动心 他只要 看到那个男女众 那么就很容易动心 就真的长得不怎么样 真的长得不好看的 他也会动心 这叫做 微小的贪等武进 这种卑微的 这种贪的武进 称言是一样 有的人 他稍微 你看他稍微讲一句话 你不要说批评他 你稍微讲一句话 他开始分别 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想想 然后内心就 内心就起称恨心 这个就是 微小的称恨心界 这个 可能别人讲一句话 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那他就不高兴 比如说 别人刚才讲说 你这个扣子没有扣好 他可能马上就发火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是微小的称恨境界 这个一般的人 是不会起称 但是他就起称 那这些都是 过去称 无量节的串息 或者娇慢也是一样 有的人你看他 你看他就是 这个样 这个人事实上 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功德 没有什么太多的功德 他从小到大 他就不自觉的觉得 他过人一等 这个就是无量节的串息 过一生当中 就是习惯了做大国王 或大副长者习惯了 就吸口 所以今生 自然而然 他没有什么功德 就是觉得他过人一等 那这类的人呢 叫做贪等烦恼 就是比较赤胜的 这是一个容易生起 再来第二个呢 一生常使贪等烦恼 他这种贪等烦恼 不容易放下 一生起啊 就是明言不断 今天 他这个贪在这个境界 在心中翻脚不停 甚至啊 可以想一天 或今天 这个 常常发脾气 发脾气的时候 脾气在心中 那个称心在心中翻脚 可以一整天 放不下 这个叫做常识 贪等烦恼 这个是赤胜 所谓赤胜的标准 或者 很容易触动 即使很粗壁的无欲 也容易触动他 或者 触动之后 很难以放下 这个叫做赤胜 看第二个 中等之人 于前世中 虽不窜息 贪等 然因未事 比为过患 故于比等之近 虽不生起赤胜 常识贪等之心 然非不胜 好 就是说啊 怎么叫中等的那个 贪 贪生痴的烦恼呢 就是说啊 现场过去生 他为什么 今天是中等 因为他过于生 并没有很积极的 长时间的串息贪 什么叫积极的长时间的串息 就是说 比如说你贪吃 你贪吃 然后你每天不断 不控制他 就是尽情的发泄 尽情的贪吃 那你这辈子串息 下辈子就是 很厉害 或贪爱男女色 那这个 不去控制他 觉得应该的 没什么大不了 不断地串息 下辈子 就很厉害 好 那这个叫串息 那么 这个叫 那这个中等是什么 他前世虽然没有 常常串息 但是呢 他也没有特别是 这些烦恼为过患 所以对这个境界 也不会称你赤胜 那么 尝试贪足的心 就是说 就像世界一般的善人 一般的善人 他对武戒 他也很重视 所以他也不会常常 串息贪生痴的经 也不会常常串息贪生痴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 所以呢 他 就是说 这样世间的善人 所以呢 他对这个境界呢 不会这么让他赤胜 也就是说 他不会对那种 很粗恶的 无欲 救起贪生痴 不会那么容易 不会那么容易生起 所以他不会赤身 然后呢 也不会常常 也不会生起 长时间的贪生痴 虽然生起 也是能够很快地放下 不会马上 也不会说 一直放不下 但是呢 然非不生 不是没有 心还是有 通常就是指的 世间的善人 就是他贪生痴的烦恼 比较淡 这是第二类 这个平淡的标准 就是中等的 看第三类 烦恼利弱之人 于前世中 不惜贪等 病逝比而过患 故意巨大 众多贪等五境 许起贪等 与众小境 则全不生 好 那这个烦恼 什么叫烦恼力量 很薄弱的人呢 因为在前世当中 不仅不串息 贪等烦恼 这是第一个 他不常常 小几的来说 他不常常串息 第二个呢 就积极的来说 势比过患 他常常对峙 或者过一生 或者过去 他因为常常对峙 这类的烦恼 所以呢 他为什么对峙 因为他知道这个烦恼 本身是个过患 所以他常常对峙 常常对峙呢 所以 他的烦恼 这类的烦恼的力量 非常的弱 比如说 他知道 这个男女的欲望 是不对的 所以 他会 主动 他主动不去造作 不要去倾尽了 人物的境界 那更进一步的呢 不只是消极的 远离 更积极的 他去对峙 修不静观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 他这个贪的烦恼 就非常淡 所以结果呢 怎么样呢 故于巨大 众多的贪等武进 学起贪等 他只有在非常巨大 或者众多的贪等的境界 这个武进 这个现前的时候 叫徐起 徐起是慢慢的升起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这个人他平常 他是不会 起那种贪烦恼的 我们讲贪就好 他平常不会起贪烦恼的 但除非呢 比如说 很巨大 这个境界 太强烈了 像那个 他过去生 比如说 他过去生的姻缘 过去生的怨亲 现在主 现前了 看到他 自然然 就产生强大的射受力 就像那个 这个 比如他过于生 跟他五百世做夫妻 五百世做夫妻的感情太深厚了 今生看到他自然 那个 欲星就容易生起 这个叫巨大 或者呢 我们凡夫众生看到 天界的 妙乐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叫巨大 我听那个老华士说 那个讲经说法 他说 在经典里面讲 天上的美女 天女是非常庄严 多庄严 他说要是人世间的 欲星比较重的男子 看到天女的话 会发疯 会发狂 到这个程度 这个叫做巨大 天界的五欲 这个妙乐 他这个对于 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 这个世界的五欲 很粗弼 他不会动心 但是他看到天界的境界 那种殊胜的妙乐 他可能会动心 比如说什么呢 临终 修行人 他平常的时候 修行很精进 然后也很亲近 他对世间的五欲 他没兴趣 人间的五欲没兴趣 但是可能在临终的时候 天人相迎 或天宫献前 他就可能去了 就可能去 去升天 那各位不要觉得说 这个好像跟我没关系 其实跟我们关系很大 就是我们刚才在强调 你修念佛法门的时候 你要不配合 四念初的智慧的话 当然你念佛久了 慢慢你烦恼淡了 你也对峙了 烦恼慢慢淡了 但是呢 你看到这种巨大的境界 现前的时候 有时在临终 你因为你平常念佛很亲近 然后呢 但是你没有去对峙这个贪烦恼 要是临终的时候 天的境界现前 可能就被吸引过去了 或者呢 你平常念佛 虽然心很亲近 但是在这个当中 并没有信愿的心 就是说念佛心很定 很欢喜 很舒服 身心安乐 身心喜乐 但是并没有信愿的心在里面 然后 这个临终的时候 天的境界现前 也看起来跟净土很像 对不对 都是很庄严的妙乐 看起来很像 你但是你并没有这种 菩提心的信愿在里面的 这个支持 很容易临终的时候 要是业力现前 天的境界现前 你就随他而去 这个境界不是没有的 各位看到净土的圣贤路里面 有个古德 我忘记名字 他就是一生静静的 修行念佛法门 临终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天的境界现前 然后他就 不过他是有正念的人 他说我一生 静静的修行念佛法门 怎么会去天的境界现前呢 内心不乐 不欢喜 他这个念头一生起来 接着天的境界不见了 净土了 境界现前 阿弥陀佛观音世智 出大胡杂现前 他就去了 要我们的话 那就很难说了 要是说平常 很精进的念佛 身心也很清静 那你福报也够大 但是没有那个信愿 没有信愿的心 临终的时候 可能夜历 天的境界先现前 你可能以为是净土了 你也不管阿弥陀佛 到底有没有来 这个境界太好了 就赶快去吧 这个叫巨大的 巨大的武境 这种武裕的境界 或者武毒的境界 就现前 然后他会徐起 徐起的慢慢的 他不会反应那么快 因为他已经长时间的对峙 他贪等烦恼 不会那么快升起 但这个境界 如果很强大的时候 然后他如果没有去控制 的话 也可能会 会慢慢的 会升起 贪等烦恼 巨大 或者众多 就是说 这些境界 就是 这些就是 殊胜的武裕的境界 很多同志现前 像天界 这个 天界现前 众多的妙乐武裕现前 还不只是一个 还是很多的武裕 同志现前 那这个时候就 这个时候就可能慢慢的 这个种子又开始活动 因为毕竟没有断货 种子开始慢慢出来活动 那徐起贪等 这个是他的 这个叫做烦恼 很淡薄的人 那这个都是一般的老参 初学的还谈不上 初学或者是中等 或者是赤胜的烦恼 老参 他对世间武裕 不太能动他的心 但不是没有 所以 于中小境的境界 这全部升 中等或者是 小的 微略的 很卑略的 武裕的境界 就不会生起贪等烦恼 好 这个是烦恼淡薄的 好的一个 象状 那么 上面以上讲的就是 就他的这个 显现的这个量来 来判断 显现的快慢 或者这个 面对什么境界 就会显现 就量来判断 再来呢 就时间来判断 下段文 有贪等五 赤胜之人 历经常识 中等之人 飞机常识 烦恼力作之人 素能成半 助心 贪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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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庭新冠 那个 武庭新冠 那个 贪一概等等的 五种烦恼 特别赤胜的人呢 他 历经常识 就是说 他的烦恼 升起就很难 很难放下了 他就会 抓住不放 中等之人呢 飞机常识 他可能会起 但是呢 大概不会经过太久 可能经过 经过半个小时啊 或者是 或者经过几分钟 他就放下来 烦恼力弱的人 力弱的人 素能成半 助心 什么叫素能成半助心 他可能一转念 尤其 他之前 他修 修直观的时候 有配合修思念处 配合修思念处的智慧 他碰到这个 贪生吃慢移啊 这种种的境界 升起来的时候 会让他动 会让他升起 贪天式慢移的境界 升起来的 那个现前的时候 可能第一念 好 因为境界太强大了 第一念可能会生起 烦恼 第二念 正念马上现前 就转过来了 这个叫烦恼力弱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不敢说 我们面对境界都不起烦恼 毕竟我们都不是 断货正果的人 有些我们刚刚讲 临终应境现前 那个天上妙乐武艺现前 那个都是很巨大的境界 那我们不敢说 我们都不动心 但是呢 我们能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 这个 要马上转念 就数能承办住心 为什么能够数能承办住心 因为 马上转念 转回到识念处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 贪等境界放下 好 这个说明 什么样的 普特切罗 因缘何等的境界 好 就看到这个有二 明辨此处去所缘 这个有二是根据 我们看263面 263面的这个刻判 最右边的刻判 好 这个生一 第三行生一 明辨其心住何所缘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生一是在介绍所缘境 有四种所缘境 好 那这当中分为两段 第一段就是 总所缘之论述 总所缘之论述就是介绍 这个四种所缘 那么接着呢 就是这个有二 我们现在讲的有二 明辨此处去所缘 此处指的就是 这个综合八大师 这个至宗 好 这是说 在这个综合八大师 他这个 他这个宗派当中 他认为 我们 这个修行人 尤其初发心的修行人 应当依止 什么样的所缘境 这个叫 此处所缘 好 看到这个文 当中分为八段 一段总说 此处因一何种所缘 修什么他 各不得且罗 是所缘如前已说 分别是圣之人 修其气息 也为种切药 这是个总说 那么我们了解 这四种所缘的道理之后呢 我们再起修 这个道理不是说 只是听听就算了 我们要起修 要修哪种 什么他的所缘呢 那么各种更新的 各种不同更新的 不得且罗 应该依什么样所缘 前面其实讲过了 比如说 法老特别出众的人 要修近坑所缘 那么你要修空关的 可以修三条所缘 那么得到定的话 你可以接着修近货所缘 这些的 好 这个如前已说 而 中科报大师 它是中科报大师 但是它特别强调 分别心很赤身的人 妄想 雜念 或者这个分别 虚妄分别心特别强的人 心中明年特别多的人 要修俗习惯 有为切药 所以称为安拉波纳 这个称为甘露法门 末法时代甘露法门 因为 这个我们末法时代的人 分别心都很重 尤其是虚妄分别心 都很重 这个时候 观呼吸很重要 第二段 很多经论都有提到 言如来生 修山墨地的方法 这个地方 这一大段特别 来教我们 这个修 这个 修观 这个观佛像 来修 修什么它 就戏元守静止 只是这个戏元守静止 它观的 不是这个 不是呼吸 也不是我们念佛 它是观佛像 观想观像 的念佛的方法 来修什么它 修山墨地的方法 这个地方 记得要介绍 元佛像 来修山墨地的方法 当然 任何一个修法 要介绍之前 要先说出你的凭据 那这个地方先说明 一个 就经典的凭据来说 就是现在要诸佛 先诸山墨地的经 山墨地的方法 这个就经 来说 那么就论来说 就是道具论事 还有这个决限论事 它所造的论 经论 当中 都有明确的依据 依得佛像 来修山墨地 不过依得佛像 来修山墨地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 这个学问很大 你看 从这边 一路讲 讲到 后面 讲到268面 都是在讲 什么观佛像 观想观像的 这个修行 怎么修 那 这个对于我们俯修 修念文法门 俯修 来说也是很 也是很好的一个俯修 观想观像 我们看到 266面 266面 第三段 以佛神 作为所缘 敬得 意义 出生 为什么要原的佛像 来修 原佛神 而设施 新者 去随念佛 故能应生 无量福德 这个 这个第一个呢 福报 产生很大的 福报 在很多的 经论里面 大小生的 经论里面 都有说 我们归一三宝 福报很大 那么归一三宝 之后 当然你不断 为什么福报很大呢 因为你归一三宝之后 你会不断不断 意念三宝 在意念三宝当中 会隐身 无量的福德 为什么呢 佛力加持 所以 五庭新观当中 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印度的论当中 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 第五个就是 多藏众生 念佛观 本来第五个是 这个 多散众生 的 蜀席观 但是有 另外一派的说法 就是多藏众生 念佛观 就是你烦恼 各式各样的妄想 杂念 甚至业障都很多 你就修念佛观 当然念佛观 不只是 迟迷念佛 四种念佛都在内 为什么呢 你修念佛观当中 你原的是佛 可以得到佛的加持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跟你 这个跟你原这个呼吸 不一样 你原呼吸 好像可以 很快的心放松 很快的得到定 某种深度的定 但是你说 呼吸当中 是没有佛力加持的 那你说 使命念佛也好 来自四种念佛 观想观想事项 你在四种念佛当中 好像得定 得到这个 初分的定 好像没有处息 这么快 但是你可以得到 佛力的加持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呢 会隐身无量福德 第二个 若其形象清晰坚固 则成礼敬供养 发愿等 集资良田 集忏悔防护等 敬账爱田 故意彼为所缘 罪为殊胜 看到这个 第二个 我们修七支供养 这个前面讲 不管修什么法之前 不只是密法 在修这个显教 比如说观死无常 这个七从因果之前 都要先修七支供养 或者在藏传佛法 纵然不是观修 修任何法门之前 他都会特别在 先修七支供养 为什么呢 就是积资颤解 积资 积资福德 还有智慧的资良 就叫积资 颤净就颤回业障 好 我们先知道 这个叫这个积资颤净 七支供养 所以我们在 修七支供养的时候 我们前面有教过 你一定要关这个 你的皈依境 佛像啊 这些皈依境 那么你在观佛像的 这个时候 你如果观了形象 很清晰 而且很坚固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心对这个 佛像的绝授 那当然就会比较强 对不对 你在心中 佛像在你心中 很清晰 显现 你对他这个 在修皈依 皈依礼拜的时候 那个心就会比较强 所以 这个时候就能够做成 礼禁 供养 发愿等等的 这个吉福德跟智慧的 智良田 这个智良田指的就是佛陀 它这个田 它是能够成就我们智良的 能够成就智良的 一个一块大地 所以称为田 这个是基支 的智良田 或者呢 修忏悔 防护 这个七支英国 七支供养当中的忏悔 忏悔一支 它这个忏悔一支 包括忏悔和防护的力量 这样的 智障爱田 所以呢 在这个当中 你观想佛像 可以帮助你修七支供养 然后可以帮助你 七支颤禁 得到佛力加持 七支颤禁 所以这是 以这个 这个佛像作为所缘 是作为殊胜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你命中时 有不退失 随念佛等功德 这个 这个对我们修 近同的人来说 很重要 你平常 去观想 或观想 去观想 这个佛的影像 你所欢喜的 佛的影像 比如说 参攻上人 画的这个 阿弥陀佛像 你平常常常 这样观想的时候 你临终 就献这个像 来接应我们 那么可以帮助 我们临终的时候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有这个力量 那么 同时你平常 在念佛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你配合 就观想这个佛的身相 的庄严 那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 意佛 去意念佛陀 帮助你意佛的功夫 那你在临终的时候 意佛念佛 现天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不退失 随念佛等 这个功德 在临终的时候 就你在临终的时候 能够跟佛 感应道教 相应 那么以上说明 都是显教的部分 接着下面讲 修秘法 若修秘道 则有余修本尊于且 有为书圣 等主大义 修秘法 修秘法 我听那个仁波谢说 你一个人修秘 为什么要强调要上师 跟本尊的加持 相根本 上师 本尊 护法 为什么要强调上师 跟本尊 因为修秘法的观念是 你今天修秘 能够得到三密相应 能够成就 是来自于上师 跟本尊的加持 不是你特别厉害 不是你多有智慧 你多有福报 你多么精进 不是 你有智慧 你有福报 你能够机制参进 你能够精进 这些都是能够 这些都是 隐身你跟上师 跟本尊加持的 一个助援 那么 有这些精进 和资良之后 你有 跟上师跟本尊的加持 你在上师跟本尊的加持之下 然后你能够 就能够 就能够 正在相应 所以 在修秘法的时候 上师跟本尊 特别重要 上师 前面讲的 这个清静三日十一轨 面对师长 事事如否 这是个根本 这个讲过了 那在这个地方去讲 面对本尊 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 也等于在修秘法 意思是一样的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是你的本尊 那么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在 同时配合 观修佛像 心中观想佛像 佛的影像 不只是观想佛像 佛的影像 同时 因为观想影像 而升起 亦佛的心 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 因为亦佛的力量 不只念佛 亦佛 什么叫亦佛 就是如子亦母 亦佛的心 亦佛的心 生起来的时候 就容易 让你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而得到佛的加持 或者近身 孝灾免难 业障消除 或者临终的时候 往生净土 所以修秘法的时候 跟本尊之间的这个缘 这种意念 和本尊的影像 在你心中 清晰的显现 这个修秘法来说 也特别重要 所以说 对于修本尊于其 这个秘法 也是有殊胜的重大意义 所以 以佛身作为守元净来说 就 不管就显密来说 就是说可以得到 在观修的同时 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 就这个道理 那这个就是比 一般修熟悉观 或者你至心止 只是看自己念头来说 有它更特殊的意义 在里面 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 有时候也可以配合 观想这个佛像 配合啦 配合观想观想 当然不是主修啦 是配合的修 那第四个 对于何种佛身 如何观想 看到这个文 如三魔帝王金云 如黄金色身 庄严世间户 应以彼所愿菩萨助其信 应如此说 作所愿进 那这个 就引这个三魔帝王金 里面开始 他说 如黄金色的这个色身 这佛陀 佛陀身像 像黄金色一般的庄严 那么 如黄金色的这个色身 来庄严 世间的医护 这个世间的医护 也就是佛陀 那这个是对佛的形象的描述 佛的形象 是由黄金般的这个色身 黄金般的这个色身 来庄严 这个佛像 那么 因以彼所愿 因于对这个 这个 这个所愿进 黄金般色身的这个佛像 来作为我们的所愿进 所以菩萨安住 在这个 菩萨安住在这个所愿性当中 来修 这个舍默他 那么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观想佛像的时候 即使是木雕 观想的时候也要观 放光 金色身 看底下解释 又是由二 由心心照 二 观想原本即住于前 后者一生心心 且与共胜相顺 故因如彼而修 这地方 讲到观这个佛像 的心态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说 你如果心态正确的话 可以得到佛的加持 你如果心态 不是很正确的话 那可能得到加持有限 比如说你 你观想一个佛像 你观想他就只是个影像 纯粹 有可能变得只是个纯粹的修订 那这样就不是很善巧 那么底下说什么叫善巧呢 先介绍 有两种的心态 第一个呢 由心心照 这个佛像本来是没有的 不存在在这个虚空当中 在这个空间当中 那么因为你的观想 它才生出来的 这个是第一类的观想 本无 今有 第二来呢 观想原本即住于前 你要观想佛的法身片满 佛的法身就片满在整个法界 今天只是透过你的观想的力量 在你的心相续当中浮现出来 但是佛的心 佛的心片满法界 本来就跟我们的心 本来就互含互舍 就像教室的光明 互含互舍 互相交融在一起 本来就是交融在一起了 不是说你心的观想 它才出现 不是的 不是说阿弥陀佛本来在十万亿佛陀之外 你一观想 它就来到眼前 不是的 是佛的法身本来就片满 整个法界 也包括片满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 你今天透过观想的力量 它显得出来 那你不观想的时候 它也在 就像天上有乌云 然后会把太阳给遮盖住 那么乌云走了 太阳就现前了 那事实上太阳没有动 太阳本来就在那个地方 只是有乌云把它遮蔽住了 我们平常你不去想佛像的时候 佛不会现前 不是佛不在你的心中 它还在 但是呢 你透过观想佛像的时候 佛在你的心中现前 这就是第二个 观想原本即逐于前 这个对于修观想 观像的时候 都要有这个观念 你心中想这个 阿弥陀佛想在你心中 在你心中想的时候 你要想 这个不是因为你的观想而有的 是佛本来就在你的心中 佛本来就在你的心中 佛本来就在你的心中 与我们的心无二无别 不相舍利 所以呢 因为透过你的观想 所以让他的影像浮现出来 你要这样想呢 你要想 你要想佛的法身遍满 而不是说佛在 十万一佛徒之外 你这样想的话 可以 他底下讲的功德 或者一生信心 对佛的信心容易升起 为什么呢 你想佛的法身遍满 对佛的加持力 就更有信心了 你要想佛在十万一佛之外 那这个 我要很努力啊 才能把佛请来啊 那信心就差了 所以想佛 就在 就在我们心中 对佛的加持力的信心就增加 而且能够与共顺相顺 共顺指的是显教的道理 因为显教是 显教道理是 共于显密 所以他所谓称之为共胜 那么 这个 这个显教道理 在显教里面讲 佛的法身遍满 那我们 所以我们这么想 不是说只是我们一个妄想而已 不是的 是佛的法身 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佛的法身反正是遍满 只是我们因为心颠倒而不见 但是呢 你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在观想佛像的时候 你 你想着佛 所以佛的法身 就在你心中浮现出来 那是本来就有 不是本来没有 是本来就有 只是因为你观想浮现出来而已 这个观修啊 很重要 所以你在观想佛像的时候 你要稍微做意一下 所以做意就是你要想一下 佛的法身本来就是遍满的 所以各位要是看古德对于观像念佛 这个比如说 这个心中想的佛像 观像念佛的开示 往往就会有加这一段 你要想 佛本来就是法身遍满的 所以 不管 汉藏 这个 这个大圣的这个 修法 其实都是 道理上都一致 只是说 描述的善巧不同而已 好 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场 佛的来日 回向